5月15日,蓝梅民族地区民族事务治理研修班分别在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开班。 未来10天,来自美工和五国的民族相关部门官员和专家学者将在中国学习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与实践的相关课程。 此次研修班由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旨在落实蓝苍江、美工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加强蓝梅合作成员国在民族工作领域经验交流与务实合作。 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提特麦称,柬埔寨和中国同为多民族国家,希望通过此次研修了解中国各民族文化,推动两国民族文化交流与互建。 And,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Chinese focus on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inclusiveness, that we try to include all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我们有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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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的知识 每个国家应该一起工作 分享的经验 分享的我们的最好的诅价 让我们的国家和美国一起进行 缅甸少数民族事务部 联邦部长办公室助理秘书艾缅丁 直言非常珍惜此次机会 想学习民族事务治理经验 特别是在政策法规制定和与民族事务管理等方面 进一步加强两国民族工作领域交流 根据研修班日程安排 学员们还将分别前往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湖北恩师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交流访问 在北京参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 并与中国国家民伟相关思局交流座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